EV语言学校位于树雾市区北边的文教区域 是众多资深菲律宾语言学校之一 之前是知名斯巴达制度的语言学校 换到新形态的校区之后 转型变为适合各种课群制度的学校 EV提供多元化的课程 除了大众喜欢的一般生活 加强口语的课程之外 也有多译、雅思等专业课程 雅思的同学可以直接在校内的雅思官方考场考试 校内的原地考照也是EV的优势 那小公主Elaine现在来到了EV 这一间也是非常热门的学校 那现在刚好是中午用餐的时间 那我来带大家看看EV今天中午吃什么 基本上主食会有两种选择 有白饭跟炒饭 也会有生菜沙拉 或是一些简单的小菜提供给各位同学 那接下来除了生菜沙拉 跟这些小菜可以选择之外呢 还有这些像是蔬菜啊 然后蛋类补充一点蛋白质 补充营养 哇它其实蛮多东西可以选的 像是有一些同学啊 他可能有饮食的需求比较不一样 他可能不吃猪肉 或是说他不吃牛肉 不吃鸡肉 那EV呢很贴心 他都会有在这边有个小小的牌子 提起各位同学 那这一道像是炸鸡 看起来超美味的 韩式炸鸡 那如果你是不吃鸡 或是说不吃猪肉的同学 就帮我注意一下 那这个的话你就直接把它跳过 那再来呢 除了刚前面的餐点之外呢 也有汤品可以给你选择 然后有没有看到超吸睛的 还有饮料 有三种饮料 然后可以给你做搭配 那接下来呢还会有水果 那今天的水果是红毛丹跟香蕉 EV有一个特别的面包车 这边面包有很多种类 可以给同学选择 像是这个热狗面包啊 是小餐包 中午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 不是很想要吃太多 很重险啊 像是饭或炒饭之类的 我们也可以选这种小点心 选一两块小面包搭配果酱吃 都可以 有够多的选择 好棒哦 那现在呢 来带你们看看EV的 学生宿舍的环境 那双人房的配备呢 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两个衣柜 那衣柜呢 它空间其实也蛮大的哦 哇有一整排 吊杆可以给你吊衣服 其实它的空间都还蛮宽敞 你可以左右翻都没有问题 而且它的床垫是软的 阳台看出去啊 会有一些学校附近的风景 对所以你看整个房间的彩光 其实不错 那讲到彩光 光线很重要 所以你看这个房间 它的彩光 非常的明亮 而且整个窗户型 是非常的大片 整个有点像落地窗的感觉 所以呢 我相信跟我一样 小公主担当的同学 女同学们 会非常喜欢EV的房间哦 那接下来看房间的另外一侧 这边有冰箱 所以也是很方便 你有什么饮品啊 零食之类的 可以直接冰在房间的冰箱 这个镜子超加分的 我们女生早上是不是都需要 起来化妆准备 这个镜子非常非常的够用 好 那你看那个洗手台 也是蛮干净的 然后马桶 也是哇 都学校的打扫人员 都把它整理的 干干净净的 很亮白亮白 这边是淋浴设备嘛 那这边也会有一个 那个板子 让各位同学放洗发精 沐浴乳 而且还有附吹风机 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维格顾问Nora 那学校的部分门禁时间的话 是晚上十点 那同学进入校门的时候 其实这间学校还是有 服装衣着的规定 这间学校很特别 它的窗口就像银行的柜员一样 它是每一号窗口 都有自己办理的业务 那现在就带同学去看看 我们的窗口长什么样子吧 同学啊 比较常遇到 可能是有想要请假 然后或者是 周末想要出去跳岛旅游 基本上都是在 我们五号窗口这边去做执行 也是强制执行EOP政策的 那学校的话会有教官 像是教官的角色 去监督同学跟老师 如果那边没有说英文的话 你是会被祭典的哦 好那同学 我们要换课的话 同学一定会想要知道 我是怎么换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换课 那换课的话 这间学校EV 它是每周可以申请两次 所以同学可以 记一下时间 周五的话申请 会是比较容易换到课的哦 哈啰大家好 我是维格游学菲利浦 今天带大家来到网美学校EV 那现在在我左边这边的话呢 就是EV的游泳池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长方形的形式 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些 像是沙发区的部分 躺在那边休息 只要不要下雨的话 其实都是还蛮不错的哦 在我的右手边的部分 就是我们著名的EV Box 那跟Starbox一样 它只是它的改名成EV Box 而已 那大家跟我进来看一下 那EV Box的话呢 它除了有卖咖啡以外 甚至有卖一些小点心这些的 炸物啊 小炸物这些 主餐的话 也是可以在这边吃的哦 那除了咖啡以外 它还有一些 像是茶类啊 或是奶茶 甚至还有唇果汁的部分 然后他们除了 有卖这些东西以外呢 它也有卖儲值卡 只是它们是Globe的 这边都可以逐件WiFi哦 学校也有跟外面的卖场配合说 可以卖 像是一些芒果干啊 还有一些香蕉干之类的东西 所以所有东西都一应俱全 这边的氛围 其实就真的像是一个咖啡厅 像你如果想要跟同学聚会的话 就哎 大家点完 然后坐下来 而且这边的冷气也是蛮不错的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这边聊天 因为事物天气热嘛 在冷气房聊天 其实气氛是非常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校门口 大家可以在这边打篮球啊 或者是学校也有一些选修课是倫巴课 想要租借篮球 他们是在他们的警卫室那边 他们可以直接去拿 或者是就是跟工作人员讲 然后就可以租借篮球 在这边打篮球了 那EV的话有三层楼是关于休闲娱乐的 像我们目前在二楼是瑜伽教室 那像三楼的话 它就会是娱乐室 在四楼的话 就是我们的健身房 那他们的开放时间就会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们的活动时间都会贴在门口上面 那带大家来看一下里面的环境吧 因为目前的话 大家没有在上瑜伽 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空旷 只是对面就会有一个镜子 有些人想要来自己做一些瑜伽 其实不固定只是瑜伽时间 才可以来这间教室 对 平常时间也可以申请使用 接下来我们来到三楼的娱乐室 一进来的左手边就是我们的桌球桌 那中间的话就会有一点小投篮机 其实已经有篮球放在这边了 对大家可以试着偷偷看 对好没有进 那中间的话就是我们的台球 应该都知道怎么玩 而且如果不知道的话更好 因为可以请其他国家的人教你 那像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的撞球桌 对大家其实下课时间啊 因为有一些像半斯巴达的同学 他们晚上不一定要玩自习嘛 所以他们其实晚上的话都会选择来这边 做一些休闲娱乐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四楼 也就是我们健身房的部分 带大家进来看一下 那一进来的话可以看到 其实左边的话就会有几台的跑步机 然后其实他们的健身器材是非常的齐全 如果有健身习惯的人一定也会常来嘛 那如果其实没有健身习惯的同学呢 想要多认识人 除了下面的休闲娱乐以外 这边就是另外一种休闲娱乐 所以如果想要认识韩国欧巴的话 韩国欧巴都很喜欢这样 这样子就是可以来这边多认识一下韩国欧巴 EV Box仿造网美咖啡厅提供多元饮品 以及校内学生需求的零食与泡面等 学校也提供不同的活动 让学生参加像Zumba 或是不定期举办的泳池派对 总学校人数为300多位 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学生族群 校内学生可充分跟其他国家同学交流 十一间认真念书之余 也可以在校内好好休闲的度假型学校哦